第961章 周元占徐明 哈哈 大言不惭的东西 徐明的狂笑声回荡在星空中 他眼神阴益地锁定周元 脸庞上的轻面不佳掩饰 他倒是没想到周元竟然敢拿他来开刀 他目光环是 最后投向赵木神 道赵木神 这九座雕像 可有分配规矩 谁都知晓 这九座古老雕像便是此次九域大会的重头戏 而越是庞大的雕像 其中所蕴含的灵机以及机缘就更多 所以围绕着这九座雕像 无疑将会爆发出极为激烈的争斗 赵木神声音温和地道 如果我说按照神辅榜排名来分配的话 恐怕大家都会嗤之以鼻 其他八域的顶尖天骄皆是不治可否 这种分配他们当然不可能会认可 因为按照排名的话 那赵木神就直接占据了那座规模最大的古老雕像 这一点 排在他后面的五窑 苏又威恐怕都不会乐意 赵木神微微一笑 脸庞上的线条如雕刻出来的一般 散发着非凡的魅力 他也知晓了众人的想法 但却并没有被冒犯的动怒 因为他知晓这些人皆是个欲顶尖天骄 极为的傲气 想要他们心服口服的将最大的机缘让出 那显然不是任何威望可以达到的 终归到底 还是做过一场 而他 并不去诸强挑战 既然大家觉得这个方式不可取 那就直接用最简单的八 赵木神轻描淡写的道 谁看中了哪一座雕像 那就站上去 只要能够在其他人的挑战中坚守下来 那自然就有了归属 此言一出 各域顶尖天骄皆是点头 终归还是得以实力来说话 曲名也是笑眯眯的点了点头 旋即他偏了周元一眼 下一瞬 有着雄魂强悍的元气自他体内爆发开来 引得虚空动荡 刷 他身影率先暴射而出 直射星空深处那九座古老雕像 无数道目光汇聚在他的身上 只见得徐明掠过了最前方的两座古老雕像 直接是落向了那第三座石像 徐明身形在落下的时候 只见得七手腕处的白玉手串忽然掉落 白玉珠子迎风暴涨 化为一头百丈白玉巨兽 仰天咆哮间 巨拳裹挟着惊人的力量 一拳狠狠地轰击在了那石像之外所笼罩的元气光膜之上 空谋 巨声响彻 冲击波四孽 而那元气光膜 则是被白玉巨兽影生生地轰出一道裂缝 而徐明的身躯便是趁此落下 最后在那诸多的惊叹声中 落在了石像那巨大的头顶之上 这徐明选择了第三座古老石像 而论其规模 这座石像在九座之中 排名第七 刚好位置与徐明在神符榜上的排名相同 这徐明也是聪明 知晓后面那些更为庞大的石像 必然争夺会更为的激烈 而他占据这一座石像的话 成功率基本是十拿九稳 他打算先占据此处 略做观测后 再做图谋 立于石像之顶 徐明那阴冷的目光投向中原 道 想要自取其辱 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不过希望你能够破得了这元气光膜 莫要让天渊玉颜面扫地才是 在这古老石像之外 有着一层元气光膜若是自身实力不足 根本无法将其破开 徐明倒是恶意见到周原上来挑战 因为在他看来 九人之中 周原最弱 正好用来杀鸡儆猴 凝聚气势 但随着徐明的点名 这星空中诸多目光 也是转向了周原 这九玉大会重头戏的第一战 就看着周原敢不敢接了 在周原身后 叶冰林 依秋水等人也是神色名众 他们虽然对于徐明的张狂也是极为的不满 但他们也知晓后者的确是有着张狂的本钱 吕霄沉默了一下 道 要不我先去试试他 待得我失败后 你在上 如今他们是一个阵营的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如果周原真的被徐明第一个就击败 那对天渊玉的颜面也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他们所有人都会成为笑话 周原明是者那第三座古老石像 徐明立于石像之顶 眼神充满着挑衅的盯着他 他摇了摇头 道 他选的位置不错 我现在需要一个踏脚石 徐明是最合适的 这些石像内 蕴含着大量的先天灵机与极为恐怖与精纯的天地元气 周原如果能够占据一座 那么他就能够借此真正的冲击第九重神府 一旦九神府贯穿 他的实力也会出现暴涨 那个时候 他才有着与赵木神争锋的资格 所以 徐明想要用他杀鸡紧猴 周原又何尝不是需要这个踏脚石来成就他 周原话音落下 也没有再有任何的迟疑 只见得他身影移动 便是暴涉而出 蜀西之后 直接是出现在了徐明所在的那座巨大石像上空 石像外的元气光膜 流光四溢 倒映在周原的眼瞳中 他面色平静 身躯一阵 棒薄元气爆发开来 3800万元气星辰映照虚空 强悍的元气威压随之席卷 空 周原身影俯冲而下 无耻紧握 一拳轰出 元气洪流如怒龙般的咆哮 重重的轰击在那元气光膜之上 空轰 晶空犹如是在震荡 只见得那元气光膜上 有着裂痕浮现出来 最后直接是被周原一拳撕裂而开 周原身影一闪 便是穿过了光膜 然后徐徐地落在了石像的头顶之上 此处如一座广场般的宽阔 花 随着周原的落下 这片星空中有着一些滴滴的惊呼声响起 周原那3800万的元气星辰底蕴 倒是让得不少人有些细微的震动 曲鸣双目也是微微一咪 道 难怪这么狂 原来是有点底气 周原展现出来的元气底蕴 显然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曲鸣手握着白玉手串 指尖波动 眼神阴冷 拳击他屈指一弹 手串陡然崩裂 十二颗白玉珠子迎风暴涨 最后在那一道道怒吼声中 换卫了十二座巨型的傀儡兽 这十二座巨兽模样各不相同 但那股凶煞之气 却是宛如真正元兽 吼 十二座巨型傀儡兽 盘踞于徐明身后 他微微偏头 目光盯着周原 完卫的道 周原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现在主动滚出去 或许还能留点颜面 如若不然 可别怪我到时候不留情了 他想要激怒周原 因为愤怒会让得人丧失理智 周原眼皮一抬 烂不惊心的道 我倒是希望你这些玩具 能让我认真一些 听到周原将他引以为傲的傀儡 视为玩具 徐明眼神顿时一沉 脸庞上露出阴森的笑容 希望你被我的傀儡撕碎的时候 还能如此的嘴硬吧 给我撕了他 吼 十二座白玉巨兽猛然咆哮 天地元气震荡 十二道光影直接是在此时暴射而出 扑向周原 杀气腾腾 晶空中 无数火热目光投射而来 这九玉大会重头戏 终于是开场了 第962章天元四魁术 吼 十二头白玉巨兽闪电般的射出 凶器肆虐间 直接对着周原扑杀而去 巨大的阴影将周原所在的区域尽数的笼罩 杀气腾腾 周原健壮 眼神也是变得锐利起来 他手掌一握 剑完升起 嗡嗡 下一瞬间 有着惊天的剑银声响彻而起 剑完一阵 便是演变出诸多剑光 剑光灵略一场 略过之时 连虚空都是被撕裂出一道道痕迹 当 当 无数剑光喷勃 直接是斩在那十二头白玉巨兽身躯之上 顿时间 有璀璨火花剑射 将那扑来的傀儡巨兽 纷纷地斩退 不过剑光攻击 仅仅只是在他们那如钢铁般的身躯上留下道道印痕 这种痕迹对他们而言根本算不得什么 所以转眼间 巨兽再度扑来 试图将周原撕碎 但他们的索图也是没有什么成效 棒薄剑光宛如形成了光球 将周原覆盖 任由这些傀儡巨兽如何疯狂的轰击 都是难以突破 轰轰 庄方交手的余波 倾泻于石像头顶上 然而此处的地面 却是超乎想象的坚硬 如此余波冲击 竟然未能让得那地面出现丝毫的裂痕 曲名利于后方 他望着陷入十二头白玉巨兽狂轰猛炸中的中原 大笑出声 中原 你就这点本事吗 这可跟你的嘴皮子半点不相符呢 见光之中 周原面无波澜 他只是盯着那十二头巨兽 经过先前的接触 他已经探测出来 这些傀儡巨兽所拥有的元气强度 几乎都是达到了三千万左右 不愧是妖魁玉 炼制出来的傀儡竟然如此之强 周原心中感叹 三千万元气强度的傀儡 这已经堪比那些神附近后期的顶尖强者了 难怪连他的剑光斩下去都难以将他们斩碎 呼 探测完毕 周原深吐了一口气 搬手结印 四道原文渐渐地变得明亮起来 四道原文 次灵归原图 空 下一刻 周原体内爆发而出的元气陡然暴涨 五千八百万元气在其身后虚空涌现 周原眼中寒芒一闪 手掌握拢 只见得一道千丈庞大的剑光在其掌心中蔓延而出 那剑光是如此的璀璨与凝联 森寒之气 瞬间席卷开来 口 十二头巨兽自四面八方扑杀而至 周原身影一闪 化为阴影般地扑出 同时那千丈剑光宛如弯月一般暴涉而出 当当当 剑光重重地斩在十二头白玉巨兽身躯上 下一刻 刺耳的金铁之声响彻 那十二道巨兽如遭重击般地倒飞了出去 在那地面上不断地翻滚 最终重重地砸落 在他们那如钢铁般的身躯上 一道深深的剑痕从头部蔓延到尾部 几乎是将他们一分为二 周原这突然间的爆发 也是在这星空中引起了诸多的惊呼声 特别是当他们再见到周原身后虚空 那五千八百万的元气星辰时 皆是眼神一鸣 这个程度的元气底蕴 已经真正地跟上了神府榜前八那几位的脚步了 周原那风锐的目光 头向徐明 道 你这些玩具 还真适应 徐明的视线在周原身后那五千八百万元气星辰上面掠过 眉头眉挑 道 原来这就是你的底气 倒的确是还不错了 不过 我还是得教你一个道理 你这种心境黑马 对咱们这种老牌神府 最好还是多点尊重才是 你想在神府境称王称霸 等我们这些人进入天阳境再说吧 当声音落下时 徐明身躯一阵 体内元气喷发 在其身后虚空映照 无数元气星辰 足足四千八百万 这徐明的元气底蕴 比起元坤 还要稍强一点 你天渊玉有四元文 我要溃玉 同样有这般秘法 所以你就不要妄想用这一招来赶超我等 徐明显露元气底蕴 并没有结束 只见得他一声长啸 双手闪电般的结印 腰魁牵引数 只见得他身躯之中 忽然有着十二道光线暴射而出 只见是连接到了那十二头白玉傀儡兽身躯上 下一刻 他仿佛是与十二头傀儡彻彻底的连接在了一起 轰轰 于是他身后虚空中的元气星辰猛然暴涨 只见是达到了六千四百万的数量 这比起周圆的五千八百万 多了足足六百万的底蕴 这在双方的总量之下 似乎显得并不是太多 但那所带来的元气差距 却是并不容忽视 神辅榜第七 的确是有些分量的 取冥望着周圆似是变得凝重了一些的面庞 嘴角浮现出一抹诡异笑容 道 周圆 你在那些不入流的人身上取得的战绩 就不要放在我们身上来了 不然 你会吃亏的 接下来 就让你见识一下我要奎域的手段吧 他双手印法一变 咚咚 天地间元气震荡 只见得徐明身后那六千四百万的元气星辰 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短短不过树溪 徐明体内的元气波动就减弱到了一个极为孱弱的地步 不过 周圆的眼瞳 却是在此时微微一缩 因为当徐明的元气在减弱的时候 那十二头白玉傀儡巨兽 却是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只见得他们身躯上有着流金光彩涌现出来 迅速的覆盖身躯 宛如是十二头黄金巨兽 这当然不是简单的颜色转变 因为那十二头黄金巨兽的身躯 反而是在此时开始一圈圈的缩小 最后从那百丈左右 化为二十丈 但是 体型缩小了 但十二头黄金兽 却是浑身散发着一种完美无缺般的感觉 身躯上 金色的纹路明刻 光芒微闪间 神秘而强大 这些黄金兽身躯上的每一根线条 都是那样的充满着力量感 吼 十二头黄金兽仰天咆哮 因波如连一般的在虚空中炸开 音量滚滚 宛如闷雷回荡 对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晶空中 无数道目光望着那十二头黄金兽 皆是眼神惊惧 就连袁昆 九宫这等同为榜上者 都是面色微素 因为他们能够清晰的感觉到 那十二头黄金兽的元气波动 每一头都是在六千万的层次 徐明将自身那六千四百万的元气 以特殊的手段分解 而那最终所换来的 是十二头元气强度达到六千万的黄金傀儡兽 简然 论起作战能力 十二头配合完美 身躯坚硬的黄金兽 将会远超徐明自身 而徐明也是面带微笑的望着周圆 旋即他那阴冷的声音 缓缓的响起 这是我要溃欲的独门之术 天元四溃术 周圆 徐明涵笑道 死在他们手中 你也不冤了 吼 当其最后一个字落下的瞬间 十二头黄金兽吼声响彻 身形如金色闪电般的暴射而出 直接是组成了净昏完美的沙阵 从天 从地 从四面八方 笼罩了周圆每一个退路 宛如天罗地网 第963章藏不了 嗡 十二道金光在周圆眼瞳中急速地放大 那股暴力的煞气 宛如真正的凶兽来袭 刺虐的元气风暴 让得周圆浑身的皮肤陡然紧绷 引有刺痛 他并没有任何轻视对手的打算 手掌一握 他深吸一口气 5800万的元气星辰闪烁 那澎湃的元气波动 引得天地都是在动荡 轰轰 一头黄金兽率先扑杀而至 锋利的爪牙掠过虚空 连空间都是被撕裂出细微的痕迹 爪下的空气都是爆炸开来 宛如空气泡 周圆面色凝重 手握见光 直接是狠狠地斩下 当 见光与锋利的金色爪子硬碰 火花四溅 空间颤抖 在那碰撞的瞬间 周圆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力量倾泻而来 那股力量 令得他身躯都是剧烈的一颤 当 当 而还不待周圆有丝毫的回神 其他十一头黄金兽的攻击也是呼啸而至 爪影铺天盖地的落下 直接是攻向了周圆周深所有的要害 面对着这种围攻 就连周圆都不敢尽数地承受 当即身影一晃 化为阴影急忙退避 但十二头黄金兽的攻击如影随形 一波接一波 根本仍让得周圆没有丝毫喘息的机会 当当当 火花不断地建设 而周圆的身影则是在碰撞中不断地被震退 十二头黄金兽的联手 那等攻势简直让得人喘不过气来 惊空下 各方人马望着这一幕 都是暗暗扎舌 这妖魁欲的傀儡 当真是恐怖 这种程度的攻击 恐怕连袁坤 九宫这些同等级的老牌强者 都会颇为的头疼 袁坤肥腻的脸庞 同样是显得有些民众 他如何看不出来 那徐明攻势不满杀鸡 显然是打算重创周圆 面对着徐明如此杀鸡 周圆如果没有其他的手段 想要翻盘 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袁坤看得出来 其他几遇的天骄 自然也是看得明白 九宫暗暗摇头 如此来看 周圆虽然借助着思源文的相助 勉强将元气底运提升到了5800万 但在手段上面 似乎还是有所缺陷 可惜 这周圆潜力非凡 一旦等他贯穿第九重神府 恐怕徐明将会直接被他碾压 九宫略感惋惜 或许那徐明也是知晓这一点 所以方才屡屡挑衅周圆 试图在他贯穿九重神府前将他淘汰 对于周圆 徐明内心深处更多的恐怕是一种嫉妒 毕竟 凭借着八重神府的境界 周圆确实能够与他这种九重神府不分高低 这足以说明周圆的天赋 远胜于他 武瑶略显凌厉的绝美容颜平静的望着庞大石像头顶上发生的战斗 在其身后 那照云霄倒是瞪大着眼睛 咬着牙 似乎是在期盼着周圆被摧毁的那一刻 又微师妹 你已经得罪了赵穆神 若是待会那周圆被徐明击败 你可不能再插手了 紫霄裕这边 薛金涛望着被徐明彻底压制的周圆 心中亢奋 旋即又看向深浅的苏又微 陈生说道 不然一下子得罪万祖欲与妖魁玉 就算是我们紫霄裕 也是吃不消 他苦口婆心地劝道 苏又微那清澈的眼眸 静静地看着薛金涛 后者有些不自然地扭了扭头 道 我这是为了我们紫霄裕的成绩着想啊 苏又微眸子深处略过一丝不屑 语气淡淡 你放心吧 他不会输给徐明的 薛金涛听到苏又微如此的信任周圆 心中也是有着邪火升起 冷笑道 哦 眼下他可是被全面压制 那么狼狈的模样 我可看不出他有什么能力翻盘 苏又微诞声道 那只是因为你跟他差距太大罢了 薛金涛额头上有轻轻跳动 忍着暴怒 阴阳怪气的道 是吗 那我可就真是想要看看 他还能搞出什么幺蛾子了 当 剑光横扫 直接是与五头黄金兽撞击在一起 下一瞬间 璀璨见光竟然是被硬生生的轰碎开来 化为无数光点飞射 周圆的身影被震飞而退 脚掌在地面上查出了长长的痕迹 他体内的元气 都是在此时有些浮动 这十二头黄金兽的战斗力超出他的预料 再加上那完美的配合 周圆想要凭借着这五千八百万的元气抵御与之抗衡 的确是难度不小 周圆轻轻撇嘴 看来这些其他八玉的老牌天骄 真的是一个都小瞧不得 这些拿手手段 让人头疼万分 看来 还是得用真格的啊 这些手段 藏不了了 后 当周圆似乎微微分神的瞬间 十二头黄金兽咆哮声响彻 只见得金光闪烁间 只见是出现在了周圆的四面八方 十二个方位 将周圆彻底锁死 而且他们身躯上有金光涌动 驱逐着阴影 令得周圆的隐线术难以施展到极致来躲避 在他们的嘴中 暗沉的金光疯狂的汇聚 有着恐怖的元气波动凝聚而生 四周的虚空都是在剧烈的动荡起来 不远处 徐明笑眯眯的望着周圆 叹道 周圆 这般时候 你竟然还有心思分神 既然如此 也就真怪不得我不留情面了 带着你们的人 滚吧 他双手猛然合拢 低沉声音响彻 十二金武 吼 当其声音落下的那一瞬 只见得十二道棒薄金光 猛然自那些黄金兽嘴中喷发而出 金光疯狂的凝聚 鼠息之后 直接是化为了十二柄各不相同的金色光武 剑 枪 毛 斧 每一柄金色光武 都是闪烁着无边的风锐 掠出时 切割了虚空 带来了金戈铁马般的气势 十二金武速度快如奔雷 多人仅仅只是能够见到一掠而过的金光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感应到那股令人头皮发麻的风锐之气 这一刻 谁都知晓 徐明动用了杀招 这般攻击 足以重创甚至斩杀周圆 秋 金光呼啸 而周圆似乎也是无法躲避 最后只能任由那十二柄金色光武 带着可怕的破坏力 重重的轰击在了他的身躯之上 空谋 那一瞬 金光爆发 金色的光波肆虐开来 吕霄 叶冰林 依秋水等人见到这一幕 浑身结实一颤 面色都是变得苍白了许多 如此惊人的攻势 周圆硬抗的话 必然会被重创 徐明嘴角掀起一抹弧度 他懒洋洋的伸了一个懒腰 自言自语的道 果真是一个靠嘴皮子的废物啊 他抬起头目光望向石像之外的某个方向 那是苏又威所在 他咧嘴一笑 有着无声之言传出 苏又威 我说了 你保不住这个废物 这座石像 归他徐明了 而就在徐明咧嘴大笑的时候 他忽然听见了外界有着一些惊呼声突然的响起 徐明眉间微微一抖 猛的转头 看向周圆被轰击的地方 那里的金光渐渐的退去 一道人影 显露而出 而徐明的瞳孔 也是在此时陡然一缩 因为他见到 那里有着一道银甲身影 静静出力 有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 在缓缓地释放出来 十二柄金色光五 呈现破碎姿态地落在四方 渐渐地化为光点消散 光点倒映在徐明的眼中 他望着那浑身散发着凌冽寒气的银甲身影 嘴角微微抽搐 不知为何 一股寒意 悄然地自心中深处缓缓地生了起来 这是 什么东西 第九百六十四章所相披靡 全身包裹着银色战甲的修长人影 静静地矗立于巨大无比的十项头顶之上 银色的光泽 宛如具备着灵性一般的在战甲上面流转 略显神秘 那道银甲身影仅仅只是站在那里 但那隐隐间散发出来的危险气息 却是令得这片星空中诸多顶尖的天骄眼神 都是猛的一鸣 就连吕霄 夜冰灵 一秋水他们 眼中都是有着惊疑之色 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周元师展出这银色战甲 诸多人中 唯有着苏又微见到那银色战甲时 小嘴轻轻地荡起了一抹笑意 一对亲谋中满是怀念 游自还记得 当年在那大周王朝 七王作乱时 周元便是借助这银色战甲的力量 力挽狂乱 展出了七王之乱 只是上次一别 转眼已是今年 当年那个大周的殿下 如今已是乾隆出冤 他相信 就算是在这会员天中 周元也将会爆发出属于他的光芒 他不会逊色于任何人 隐隐 好久不见 苏又微用仅有他能够听见的声音泥南低语 而在那诸多惊疑的视线中 徐明也是面色微变的盯着身披影甲的周元 他没想到对方竟然抵御下了他先前的杀招攻势 不过转瞬 徐明眼中便是略过阴狠之色 装神弄鬼 徐明一声长笑 十二头黄金兽再度暴射而出 极为强悍的元气自他们体内爆发出来 引得虚空震荡 有音暴声不断的回荡 那连绵的灵力攻势 再度笼罩向周元 银色的面甲下 周元冷冽的眼瞳倒映着带着凶煞之气扑杀而来的黄金兽 这一次 他脚尖一点 身影陡然暴射而出 不退反镜 他直接是冲向了最前方那一头黄金兽 找死 徐明健壮 顿时大喜 眼中掠过残忍之色 吃拉 一头黄金兽出现在了周元的前方 锋利的利爪闪烁着金光狠狠的撕下 直接是将虚空都是撕出了五道淡淡的痕迹 那一爪 足以将一座大山生生撕裂 周元那被银色战甲锁覆盖的手掌 也是在此时陡然上扬 与那金色利爪重重的碰撞在了一起 砰 碰撞的瞬间 有元气冲击波荡样开来 不过 这一次 周元的身躯 却是犹如磐石一般 纹丝不动 反而是那黄金兽在咆哮 疯狂地催动着利爪想要撕裂周元的手掌 但那利爪划过周元覆盖着银甲的掌心 却只是带起了刺耳的声响与闪烁的火花 周元面甲下的嘴边 有着一抹充满着冷意的弧度掀起 他手臂猛的一阵 直接是将那黄金兽抓起 宛如汉地一般 狠狠地对着地面砸下 东 地面仿佛都是在此时剧烈的一颤 然后竟是有着细微的裂痕在地面上蔓延 要知道 先前周元与徐明那般激战 都是未能让得地面破裂 可如今 却是造成了一些裂痕 由此可见周元一摔的可怕力量 然而周元并未结束 他低吼出声 一手拉住黄金兽的脑袋 一手抓住了其后支 黄金兽疯狂地挣扎 但却无法动摇周元那银色铁掌 他双手一震猛然一撕 恐怖的力量爆发 砰 然后下一瞬 无数道惊骇欲绝的目光便是见到 那坚不可摧 拥有着足足六千万元气强度的黄金兽 竟然是在此时 被周元硬生生地撕裂开来 整个星空 仿佛都是在此时陡然地变得死寂下来 无数道眼睛圆睁 黄金兽 竟然被周元硬生生地撕成了两半 这是什么力量 那黄金兽坚硬无比 足以媲美修炼了肉身的神腹境后期 而且其元气强度 高达六千万 想要将其一把撕碎 那究竟是需要程度的力量 周元的力量 怎么会突然暴涨到如此惊人的程度 曲名的神色也是出现了瞬息的呆滞 他望着那满地的金色碎片 面旁都是变得有些扭曲起来 力声道不可能 你做了什么 你怎么可能打碎我的黄金兽 曲名有些失态起来 这黄金兽是他引以为傲的战斗傀儡 然而现在 竟然真的被周元当作玩具一般 硬生生地撕成了两半 这对于徐明自傲 显然是不小的打击 杀了他 面旁扭曲的徐明 猛地怒吼出声 另外十一头黄金兽 速度陡然加快 杀气腾腾地扑向周元 空 空 而面对着十一头黄金兽的围杀 身披引甲的周元依然不退 他宛如是化为一道荧光 直接是冲进十一头黄金兽的围杀中 砰砰 装方疯狂般地缠斗在一起 狂暴的元气在肆虐 虚空剧烈地震颤 然而 让得无数人眼皮急跳的是 在那激烈的厮杀中 周元所化的荧光身影几乎是所向披靡 十一头凶残无比的黄金兽 在他那银色铁拳下 不断地败退 随着战斗愈发的激烈 那些黄金兽开始有着崩裂的迹象 空 一头又一头的黄金兽 在那银色铁拳下 渐渐地破碎 化为满地的碎片 清空下 无数人满脸的震撼 就连元昆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眼神充满着忌惮地望着那一道银色光影 周元此时展现出来的破坏力 简直如同银色沙神 那银色战甲一般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是某种小圣树吗 或许某种圣宝 九宫的脸颊上 也是有着金鱼之色闪烁 玄极美眸略有一彩 这周元 还真是让人惊讶 竟然还藏了如此强大的手段 怎么可能 那紫霄玉的薛金涛与武神玉的赵云霄 则是不约而同的尖锐师生 先前那周元已是在徐明的攻势下岌岌可危 可这怎么转眼间 反而爆发出如此恐怖的逆转 难道 这才是周元真正的实力吗 武瑶静静地凝视着这一幕 前者凤幕中略过一丝复杂之意 虽然他也知晓周元应该是藏有手段 可当真正看见他逆转局面时 还是心绪有些波动 这个大周的殿下 出生就携带着圣龙之气的男人 果然没那么简单 不远处 圣文玉的李通神 薛海玉的王熙 他们原本对于周元与徐明的战斗 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但这个时候 他们皆是将目光投向了那道银色光影 李通神英俊的面庞略显肃然 王熙那漫不经心的眼神 也是渐渐的凝聚起来 这天冤狱的周元 倒是有点意思了 怎么会这样 万祖欲触 柳青书忍不住的咬着银牙 满脸的恨恨之色 眼见着周元要倒霉了 偏偏最后局面又出现了变化 赵木神眼眸注视着周元所画的荧光身影 轻声道 他那银甲倒是极为的奇特 并非是元术所画 也并非是某种元宝 不过此物出现后 他的力量出现了极为惊人的暴涨 柳青书道 徐明能收拾他吗 赵木神想了想 缓缓摇头 徐明 怕是要输了 这个周元 能耐不小 能够得到赵木神这一句话 周元在这混元天的神府境中 足以屹立顶尖之位了 空 空 而就在赵木神声音落下的那一瞬 十项头顶上 有极端惊人的元气风暴爆发 只听了一道道具声响彻 然后无数道视线便是惊骇欲绝地见到一头头黄金兽道飞了出去 他们的身躯在半空中轰然爆裂 化为漫天的碎片 扑斥 取明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他难以置信地望着前方 只见得那漫天碎片飞舞间 身披银甲的身影 踏着沉重的步伐 缓缓地走了出来 一股大恐怖般的气息 从那银甲之中散发而出 银甲下 有着一道平淡的声音响起 你 还有其他的玩具吗 第965章占据石像 金色的碎片 遍布于那宛如广场般宽阔的石像头顶上 无数道视线带着一些震撼的望着这狼藉的一幕 最终他们的目光汇聚于那身披银甲 踏着漫天光点走出的修长身影 这一刻 就算是其他巴欲的顶尖天骄 都是在此时眼中有着一丝凝重 此时周圆展现出来的惊人战斗力 让人不得不忌惮 谁都没想到 徐明的十二金兽 竟然会被周圆以这种催枯拉朽般的姿态 技术的轰碎 怎么可能 那徐明也是面旁扭曲的望着这一幕 之前他对周圆诸多的挑衅 本就是怀着对对方的一些嫉妒 因为他清楚的明白 周圆在八神府时 就能够与他们这种老牌添交对弈 而一旦等到周圆贯穿九神府 元气暴涨的话 那个时候 恐怕周圆将会远超于他 可让得徐明没想到的是 即便周圆还没有贯穿第九神府 就已经击溃了他引以为傲的十二金兽 这无疑是对素来狂傲的徐明一种极大的打击 玩具 听了周圆的话语 徐明面旁都是变得猙獰起来 他猛的抬头 怒笑道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诋毁我要魁御之宝 他双手猛然结印 抓抓只见得那满地的金色碎片忽然铺天盖地的对着徐明暴涉而来 那些碎片直接是刺入他的身躯 有着鲜血流淌出来 砰砰 短短数息的时间 徐明的身躯便是膨胀起来 宛如金色碎片堆积起来的傀儡巨人 一股狂暴得近乎暴力的气息 自其中爆发开来 其脚下的地面 都是在此时裂开了几道缝隙 妖魁树 尖利的嘶笑声响彻天地 那被金色碎片包裹的徐明 头部的位置开始扭曲 隐隐间 仿佛是化为了受刑 口口 居明咆哮 下一刻 他脚掌一跺 庞大的身影暴涉而起 直接是一拳对着周圆所在的位置狠狠地轰下 轰 那一拳的力量 即便未曾落下 但那阴暴之声 已是刺耳地响彻起来 地面上 甚至出出现了一道浅浅的犬印 周圆 给我死 他那暴怒的咆哮声 也是随之响彻 身披影甲的周圆抬起头 他从天呼啸而来的恐怖进风 也是令得他面色为动 这妖魁树似乎是将傀儡与自身的力量融合 从某种意义而言 倒是与隐隐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不过显然徐明的修炼还未曾圆满 这种融合 也是太过的勉强 现在的徐明在周圆的眼中 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周圆无止缓缓地握拢 只见得雪白的毫毛弥漫出来 将拳头覆盖 宛如拳套 破圆 阴甲内 有低声响起 雪白毫毛犹如是被漠染一般 幽黑 深邃 空 周圆脚长猛的一跺 地面军裂 下一瞬他的身影直接是化为一抹荧光冲天而起 宛如银色怒龙 裹挟着那滔天之力 一金一银 两道流光 刺那石像庞大的头顶之上掠过 最后在那中央上空 轰然硬汗 空偶 金银两色的烟花 爆发开来 一波波若眼可见的冲击波子虚空蔓延开来 撞击在那石像之外的元气光膜上 溅起了一层层的狂暴涟漪 所有的目光都是汇聚于那一座石像头顶上空 他们都知晓 周圆与徐明的战斗 将会在此时出现结果 金银叶花中 有着两道身影从天而坠 最后皆是在那地面上画出长长的痕迹 方才止住 一金银银两道身影 遥遥对峙 周圆银泉之上的黑色毫毛尽数的退去 银甲上的光芒也是在飞速的闪烁 犹如是在化解着那股恐怖的对碰之力 他抬起头 望着那道金色的庞大身影 道 你之前淘汰了我天冤狱的队伍 如今 我将你淘汰 也算是一抱还一抱了 哼 当他声音落下时 那庞大的金色身影顿时缓缓地跪倒下来 金色的碎片开始从他的身体上脱落 最终将徐明的身躯显露出来 然后无数道视线便是震惊地见到 那徐明的胸膛处 有着一道雪洞出现 那雪洞贯穿了其胸膛 甚至可见内脏在跳动 徐明面色惨白 他的眼中满是不甘 他无法相信 他最终竟然败在了周元的手中 而且 还是八重神府境界的周元 怎么会这样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输 徐明颤抖地喃喃道 他所处的空间 在此时开始有些扭曲起来 那是因为他伤势太重 身体上的印记开始将他送出陨落之渊的迹象 而一旦被送出 也代表着他将会被淘汰 如此一来 他们邀魁欲在此次九玉大会的成绩 无疑有可能将会垫底 但这种时候 再如何后悔都是于事无补 徐明只能咬着牙 眼神猙獰地盯着周元 嘶哑道 周元 你不要得意 你很快也会被淘汰的 赵牧神不会放过你 我在外面 等着你 当他那圣怒的声音落下时 身后的空间形成了漩涡 最终一口将其吞噬了进去 呲 惊空下 无数人在此时到吸着凉气 他们的面庞上满是震撼 谁能想到 周元与徐明战场战斗 最终的结果竟然是徐明被淘汰 那些妖魁欲的人马 更是哥哥面色惨白 如丧考彼 因为徐明已淘汰 他们还有谁有能力去争夺那九座古老石像 反观天渊欲这边 众人在经过了初始的震惊 以及难以置信后 猛地爆发出了惊天的欢呼声 叶冰临雨一秋水 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眼中满是激动之色 吕霄与慕流对视一眼 也是如是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周元淘汰了徐明 这最起码 此次的九余大会 他们天冤狱的成绩不会垫底了 在那无数道震撼与惊叹的目光中 周元身躯上的银甲如月体般地退去 他的神色倒是没有太多的狂喜 依旧是异常的平静 他抬起头目光望向这片星空那无数的人 然后有着淡淡的声音响起 这座石像 我暂时站了 谁若是想要觊觎 那就尽管上前来 他的声音回荡星空间 却是引来了一些寂静 周元先前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让人心惊 面对着如今的他 袁坤 九宫是没有什么兴趣去挑战的 毕竟他们还有其他的选择 李通神 王熙并不满足于这排名倒数第三的石像 所以在他们看来 没必要和锐气如此之盛的周元争斗 赵木神盯着周元 目光微微闪烁 但不带他有什么举动 苏又微突然身影暴施而出 直接是对着那座最为庞大与古老的石像掠空而去 武摇见状 凤母微眯 一句话不说 也是化为流光脊椎而去 简然 他们两人的目标 都是那座最为古老的石像 赵木神见到两女的行动 也是有点无奈的一笑 只能将目光从周元身上收回来 因为他不可能让的两女将那座最为古老的石像占据 与武摇 苏又微两人相比 周元的威胁性 显然差了太多 赵木神有了决意 便是不再犹豫 身影一闪 宛如顺影一般 直接是追向了武摇与苏又微 三人这般行动 也是立即就引爆了这片星空 王熙 李通神身影也是对着前方的古老石像略去 袁坤 九宫微微沉吟 迅速跟了上去 谁都想要占据更为庞大与古老的石像 因为那代表着更为棒驳的机缘与先天灵机 于是 他们一动 也就彻底地掀开了这九玉大会最后的热潮 周元立于石像头顶 他这里倒是没人光顾 显然这石像的位置有些尴尬 九座石像 排名第七 不高不低 再加上他先前七十射人 一时尖倒是显得最为的安静 周元见状 直接是盘坐下来 他目光看了一眼星空深处爆发而起的一道道强大元气波动 眼目却是渐渐地垂下 他手掌倾触着石像头顶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在那石像深处 蕴含着极为磅薄的先天灵机 以及一种精纯而浩瀚的元气波动 他深吸一口气 眼神果决 就在这里 趁势贯穿九重神斧吧 只有贯穿了九神斧 他才能够真正的具备着与赵木神交手的力量 一个排名第七的石像 可满足不了他 因为此次的九玉大会 周元的目标 可是那第一的位置 第966章混乱星空 陨落之渊外 诸位法御强者盘踞虚空 他们的目光皆视望着那面光景 光景之内 正是映照着陨落之渊深处的那片星空 而此时他们所见 正好是周元与徐明的战斗出现了结果 空间如动 徐明被淘汰出局 这个结果 在诸位法御强者中 也是带来了一点的异动 数位法御强者惊奇地看了吸睛一眼 显然这个结果连他们都是有些意外 以他们的眼力 自然能够知晓周元潜力极大 如果贯穿九神府的话 其实历史真的有资格挤入前四驱争夺的 但关键是 淘汰徐明的时候 周元显然并没有贯穿九神府 那银色的战甲 倒是有些玄妙 在那众为法御强者的惊奇目光中 吸睛紧绷的身躯也是微微地松缓下来 眼眸深处略过一抹欣慰之意 他知晓周元在这强敌重重的环境中 必然有着不小的压力 但他最终还是看了过来 这个小师弟 能够被师父看重 的确是心性极好 呵呵 那周元身上的银甲 倒是有些意思 难不成是天渊玉将某道圣宝 都是交给了他吧 而就在此时 忽然有着一道笑声响起 那是赵仙孙 他面带笑意地望着吸睛 然后又将目光投向一位法御强者 道若是如此的话 真与法尊 你们那徐明书得道是不冤 那真与 正是妖魁玉的法御强者 此人皮肤白皙 无眉 手中转动着光珠 不过此时 这真与的面色也是不好看 毕竟他也没想到 徐明慧率先被淘汰 如此一来 今年的九月大会 他们妖魁玉甚至有可能会垫底 七经冷笑一声 这赵仙孙无疑是想要从中挑拨 不过那真与之前 本就和赵仙孙没来眼去 有着联手打压他们天渊玉之事 如今被周元淘汰 也是让德西金心中快意 赵仙孙 真正的圣宝 连寻常法御强者都是男友 他们这些神附近的小辈 就算是得道 又能发挥得出几分力量 七经淡淡的道 你好歹也是法御强者 怎会如此的愚蠢 赵仙孙脸皮微微抖了抖 但笑道 谁知道你天渊玉狗急跳墙下 是不是会亡命一搏 他摆了白手 道 不过罢了 你天渊玉的好运 恐怕也就止步于此了 等赵仙孙腾出手来的时候 恐怕那周元也是站不住脚的 七经针锋相对 那倒未必 如果周元贯穿九重神府 说不定那赵仙孙 就该将之前的那些债海一海了 赵仙孙文言 没有再说话 只是眼神轻蔑的轻轻摇头 清空之下 战火生腾 一道道狂暴的元气不断地冲天而起 整个局面都是变得异常的混乱与激烈起来 因为不仅八玉的顶尖天骄开始出手争斗那些石像 甚至连其他稍次一点的天骄 都是开始心生际遇 只不过他们所际遇的 只是那排名最后 规模最小的一座石像 原本正常来说 石像只有九座 所以应该只有九玉最顶尖的人物才有资格与实力出手 但谁都没想到的是 在这重头戏刚刚开始时 妖魁玉的徐明就被周元所淘汰了 如此一来 九座石像 必然会空出来一座 毕竟赵木神 周元等八位顶尖天骄不可能有精力独占两座 所以为了这最后一座的石像 九玉那些实力也不弱的天骄 必然会红着眼睛去争夺一番的 所以 围绕着第九座石像 无疑也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而在更深处的星空 赵木神 武瑶 苏又威锁定了那座最为庞大与古老的石像 而那座石像也尤为的不凡 恐怖的天地元气在其外围形成了极为可怕的元气光模 那种光模之后 即便是赵木神三人 此时都是只能一步步的缓慢推进 一旦他们元气稍微有所变缓 他们的身体就会被那元气光模生生的挤出去 简然 想要基于这座最为古老的石像 那第一个要求便是必须自身的元气笔运达到某种极为惊人的程度 最起码 在三人之后 那位在神府榜上排名第四的雪海域王熙也在试图尝试突破这第一座石像的元气光模 但是 让得王熙面色不好看的是 即便他亲近元气 但挤入元气光模的速度 还不挤光模的排挤速度 于是在浪费半天时间后 他仅仅只是处于元气光模的最外围 从这一点上 就能够看出他与其他三人 还是有着一些差距 不过他最起码有野心来尝试 而后面的李通神 却是理智的没有将目光投向这第一座石像 反而是直接选择了第四座石像 只是 这第四座石像处 也并不平静 九宫与元昆几乎是同时而来 三人目光接触 有火花建设 然后皆是开始突破元气光模 看得出来 等他们突破光模后 三人必然是会交手做过一场 唯有最后胜者 才有资格占据此处 毕竟谁都想要占据更靠前的石像 因为其中所蕴含的机缘最大 所以在没有真正斗过一场前 没人愿意放弃 于是 整个星空下 局面分成了三波 第一波当然是赵木神 武瑶 苏又威 以及还处于元气光模最外围的王熙 他们算是此次九域大会最顶尖的力量 而第二波则是李通神 九宫 元昆 第三波便是那第九座石像处 那里有着诸多次级别的天骄在虎实淡淡 局面可谓是乱成了一锅粥 不过 在这混乱中 倒是唯有周元所在的那座石像最为的安静 没有任何人上前打扰 毕竟有这个实力的人 此时都在争夺更前方的石像 而那些实力不足的天骄 虽然有心际于 但徐明的前车之剑摆在那里 所以也不敢来招惹这个狠人 于是 周元便是在混乱中唯一的安静之处 静静盘坐 眼目紧闭 他的心神 却是渐渐地沉入到了石像深处 在这里 有光芒万丈 而在那光芒最深处 他见到了一具通体晶莹 骨头宛如水晶般的一腿 庞大纯净的元气 如海啸般的弥漫出来 这些元气经过固化 最后渐渐地形成了石像的丝丝好好 简然 整座巨大的石像 都是由这具一腿中所散发出来的元气固化而成 周元感受着那股纯净而庞大的元气 内心也是澎湃地翻涌起来 因为他知道 贯穿九神府 终于是有着落了 第967章群雄洞 石像深处 骨羹宛如水晶般的一腿保留着盘坐的姿势 庞大精纯的元气在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 周元的心神注视着那具一腿 这具一腿生前应该是一位元英镜的强者 因为在一腿上面 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法律的波动 而法律强者的一腿 必然会更为的恐怖 倒是不知道那座最为古老与庞大的石像深处 是否会有着法律强者的一腿 庞大的元气 宛如是在石像深处化为了海洋 而在那海洋中 竟是有着一微微鱿鱼 鱿鱼金银透彻 鱼身上的鱼鳞泛着微微的采光 那并非是鱿鱼 而是一道道先天灵机 如此数量 成百上千 看得周元心跳都是忍不住的加速 不过他最终没有出手摄取这些先天灵机 因为眼下时间宝贵 他必须用来贯穿的第九重神府 而只要等到他攻城时 自然就能够去那座最为古老的石像处争夺 那座石像内部蕴含的先天灵机 必然远非此处可比 嗡 今中有了决断 周元便是再不犹豫 一股元气自他的体内涌出 迅速地来到石像深处那深不可测的元气海洋中 元气在海洋上空旋转 犹如是形成了龙卷风暴 呼呼 风暴旋转 仿佛龙溪水一般 自那海洋中抽起了庞大的元气水流 顺着风暴直通而上 最后源源不断地涌入到了周元身体之内 空 而当那庞大精纯的元气涌入体内时 周元的身躯顿时猛的一阵 那元气之纯净几乎是不用过多的炼化 便是由那透明色彩化为了青金色的正式天胶器 周元操控着那庞大无尽般的元气直接冲进神府 然后毫不犹豫地对着那第九重神府避障狠狠地冲刷而去 轰轰轰 神府内 元气翻涌 低沉轰鸣不断 宛如雷鸣肆虐 而当那层地障不断地被削弱的时候 周元心神忽然移动 因为这一次 他再度感觉到了一种压制感 从第九重神府内传出 那里 的确是存在着什么东西 在阻扰着第九重神府的打通 这令得周元感到极为的疑惑 这种事情 他可谓是闻所未闻 难道是有人暗中对他下了什么手脚 可这也不太可能啊 毕竟那第九重神府自从半生到现在 一直是处于某种封闭状态 甚至就连周元这个主人都是无法进入 想要做手脚 谈何容易 左思右想 没有答案 周元也只能一咬牙 管他是什么东西 他可不信 借助着一名元英尽强者的一推相助 他今日还不能将这区区第九重神府打通 等到打通了第九重神府 他自然知晓那是什么东西了 轰轰 心中如此想着 周元立即加大了元气的汲取 越来越棒驳 庞大的元气开始疯狂的涌入体内 而在这种元气的灌注下 周元的身躯都是在此时开始隐隐的有所膨胀 一些可怕的元气从体内泄出 几乎是在周身形成了元气乱流 在周元那种近乎蛮横的元气冲刷下 第九重神府避障开始渐渐的虚薄 按照这种速度下去 被彻底贯穿 应该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而在周元竭尽全力的抓紧时间贯穿着第九重神府时 那位于星空最深处的那座古老石像处也是出现了极大的动静 赵木神 武瑶 苏又威三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打通了元气光膜 然后身形一闪 出现在了那座古老石像的头顶之上 三人呈现三角方位 彼此戒备 他们几乎是混元天这一辈神附近中最为瞩目之人 所以当三人对峙的这一幕出现时 即便是混乱的星空下 都是有着无数道感叹的目光投射而来 三人之中 赵木神成名最早 而且还是那种一名惊人天下之 所以从他出名的第一天开始 就牢牢的占据着神府榜第一的位置 而武瑶与苏又威的时间要晚一点 但两里的声望比起赵木神却是丝毫不弱 武瑶之强 在于他历经挑战 他踏入神府境后 曾历经无数战斗 无疑战败 甚至有传言他曾挑战过天阳进强者 虽说未曾取胜 但也全身而退 而与武瑶的强势灵力相比 苏又威就显得温和许多 但没人敢因此就小瞧于他 因为在混元天的神府境 纯论元气底蕴的话 他当为第一 这一点 就算是赵木神也只能甘拜下风 变异师神府 局势罕见 而这三人 以往并没有过交手的记录 唯有武瑶与苏又威曾经浅尝及止的碰了碰 但也并没有分出什么胜负 所以 当他们三人这一刻对峙的时候 莫说是在场的这些人 就算是陨落之渊外的那些法御强者 也是投来了饶有兴致的目光 这三人都是各自与中亲近全力培养的天骄 在那未来他们甚至有可能触及法御的境界 成为各域真正的顶梁柱 所以对于他们的对碰 就算是他们都是提起了一丝兴趣 在这座古老石像元气光膜之外 满头血红发丝的王熙立于虚空 他望着那对峙的三人 眼中掠过一丝不甘 旋即他深吸了一口气 他的身躯突然放弃了抵御 任由那元气光膜将他挤压而出 他立于元气光膜之外 凌空盘坐下来 淡淡的雪红光圈从他的体内散发出来 而王熙那本就雪红的头发 在此时变得更为的暗红 犹如是有着鲜血在滴落 流淌 一股浓郁的雪煞之气 在渐渐的酝酿 跪距变强 有人见到这一幕 顿时一惊 忍不住的失声道 那王熙是在施展雪海域的雪煞炎落金 此树一旦施展 自身雪液开始焚烧 将会产生无边剧痛 可一旦忍耐下来 也会令得自身的实力大涨 不过此树据说想要攀制巅峰 那就得以杀戮与战斗来增幅 嘖嘖 王熙这是在酝酿沙士啊 而且他守在这里 谁敢去燃指第一座石像 就得通过他 而一旦王熙沙士达到巅峰 他就能够击破元气光膜 中进第一座石像 与赵牧神三人形成争夺 无数惊叹的声音在响起 九玉大会到了这个阶段 也算是群雄手段进出的时候了 只是 至于最后谁能够成为最大的赢家 恐怕就算是那陨落之冤外的 众位法御强者 都是无法给予清晰的定论 一切 都得等到那尘埃落定时 众人方才能够知晓 究竟是老王不坠 还是新王现世了 第968章三王之战 金空深处 最为古老的石像头顶 此地较周园他们先前更为的辽阔 人力于其上 宛如是处于巨大的平原之中 一眼看去 看不见镜头所在 唯有头顶星空璀璨 平原上 赵牧神 武瑶 苏又威三人成三角而立 赵牧神凝视着风华绝代 各有千秋的良女 那如刻刀雕刻般充满着 英俊线条般的脸庞上 有着一丝感叹之色浮现 他以往从未想到过 在这一辈中 能够与他当空争风者 竟然会是两位如此娇艳无双的女子 对于他们 就算是内心深处极为自傲的赵牧神 都是相当的重视 两位 这座石像 就一定要与我争议争吗 赵牧神轻声道 若是两位能够退去 今日就算我赵牧神成两位一个人情 往后但有吩咐 无有不从 他的声音虽轻 却是穿过了平原 清晰地落入了武瑶 苏又威两女的耳中 武瑶奉木微台 道 怎么 堂堂神府榜第一 所谓的神府王者 竟是连争斗的勇气都没了吗 武瑶的声音 略有一种雌性的嘶哑 跟其他女子声音相比 他的声音少了一些柔美 多了一些伶俐的强硬 苏又威道 我等千辛万苦来到此处 岂有不争就让的道理 他的声音 清雅柔和 让人有着如沐春风之感 与武瑶刚好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被两女不软不硬地讽刺了一把 赵木神也不动怒 只是无奈地笑了笑 道 两位多虑了 我只是觉得 两位如神女般清美 看着极为扬眼 若时到失败于我手 终归会有些狼狈 让人心生怜悯 他摇摇头 道 既然两位对我的提议不感兴趣 那就还是先做过一场吧 当他幻音落下的那一瞬间 赵木神秀袍轻轻一挥 只见得万丈光彩自他的体内爆发而出 他所处的空间都是在此时剧烈地动荡起来 去空上 无数元气星辰开始浮现 那般数量 7500万 如此数量的元气星辰浮现 直接是引得天地间的元气剧烈地翻涌起来 引有元气碰撞的轰鸣声回荡 而在外面 无数道望着这里的视线 都是忍不住的咽了一口唾沫 7500万的元气底蕴 简直恐怖 而且 这还是没有施展秘法 要知道 寻常刚刚突破的天阳镜 也仅仅只是一亿的元气星辰 而如今 赵木神在神附近巅峰时 就已经快要接近这个数字 这些有着小天阳美称的顶尖天骄 果真是恐怖无比 对于这种层次的元气底蕴 就算是元昆 九宫他们这些人 都是感到一种由衷的无力感 不过 在赵木神前方的五瑶与苏又微 两女娜角色的俏脸上 却是没有任何震动的波澜 平静的宛如幽坦 五瑶线细欲指在胸前结印 有黑色雷光自其天灵盖中咆哮而出 雷鸣震荡天地 而雷光中 同样有无数元气星辰闪烁出现 7400万 比起赵木神 仅仅只是少了百万星辰而已 五瑶的元气底蕴之身 也是让人震撼 无数道目光惊叹 然后那些目光皆是不约而同的 投向了苏又微所在 因为在这混元天中 如果单纯的要以元气底蕴比较的话 谁都知晓 紫霄宇的苏又微才是 当仁不让的第一人 在那无数视线的聚焦下 苏又微的身后 有一万紫光涌现 紫光犹如是演变出了一片紫色星空 在那星空内 紫色星辰闪烁 璀璨夺目 呲 天地间 似有无数道道西冷气的声音 在此时此起彼伏的响起 因为他们见到 在那苏又微深厚的紫色星空内 有八千三百万的元气星辰在闪烁 八千三百万 无数人望向于此的人 甚至是感觉到有点窒息 这种恐怖的元气底蕴 简直就让人感到绝望 持神府 果真是恐怖 不只是他们 就连赵木神与武瑶两人 都是凝视着苏又微身后那紫色星空 眼神深处略过感慨之色 因为唯有他们才最清楚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元气底蕴想要增加是何等的艰难 而苏又微却是能够超越他们足足八百万 这举是罕见的变异时神府 的确是给苏又微带来了太大的优势 只不过 他们这种程度的交锋 这几百万的元气星辰固然能够带来一些优势 但想要决定胜负 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身为各域的顶尖天骄 他们所隐藏的手段 才是决定胜负的翻盘点 这片平原上 有上亿的元气星辰在闪烁 所以那天地间的元气 都是花为了风暴肆虐 大战未起 可那种弥漫的压迫感 恐怕就算是寻常顶尖天骄都不敢踏入 三人的目光碰撞 那一瞬 似有虚空震荡 空 无数的元气星辰震动 三道光影几乎是在那同一时间暴射而出 他们的速度快若惊雷 无数人甚至仅仅只能够见到三道光线 至于身影 根本难以察觉 短短数息 三人已是跨越了辽阔无尽的平原 在那中央之处 如三颗陨石 轰然相撞 恐怖的元气冲击波 宛如万丈巨浪 层层叠叠地对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武摇纤细玉手一握 黑色雷光直接是形成如怒龙般的雷鞭 雷鞭呼啸 将赵木神与苏又威全部都是笼罩进去 那雷鞭掠过虚空时 连虚空都是隐隐碎裂 破坏力霸道到了极致 赵木神嘴巴一张 有着一道豪光飞出 迎风暴涨 化为了一丙暗金色大戟 大戟之上 有无数冥文闪烁 其上缠绕招数条龙文 栩栩如生 宛如活物 这金色大戟一出现 天地间有龙银声回荡 一股威压弥漫 赵木神手持荆棘 猛然斩下 虚空碎裂 同时也将那砸来的黑色雷鞭 生生地斩裂开来 同时他力啼而下 万丈锋芒喷吐 直接是趁着苏又威也被雷鞭波及时 狠狠地对后者斩下 那一斩 虚空间笑 猪又威玉手闪电般结印 紫色元气疯狂地汇聚而来 在其双掌下化为了两道紫色光轮 光轮之上 有八千多万星辰闪烁 绚丽壮观 他与手扬起 两道紫色光轮同时的 迎向雷鞭与金挤 当恐怖之声响彻 元气冲击波爆发 下方的平原 都是在这一瞬间崩塌了一层 两道紫色光轮疯狂旋转 化解了那两道恐怖攻势 冲击波席卷的时候 三人都是停滞了一息 不过转瞬便是再度暴射而出 荆棘 黑雷 紫轮闪电般的碰撞 每次的碰撞 都将会掀起风暴 晶空下 无数道视线震撼无比的望着那星空深处 那里三人的混战 即便是有着元气光模的遮掩 依旧是无法彻底掩住那种惊天动静 这一战之激烈 可谓是这些年混元天神附近之罪 无数人头皮发麻 浑身战力 能够见证这场三王之战 这九玉大会 没有白来一场 而且 只要一想到最后那脱颖而出的胜利者 他们的那种战力之感 就陡然变得更为强烈起来了 因为他们 无疑将会见证一个时代的诞生 第969章联手 空 平原之上 滔天般的元气冲击波在肆虐 整个天地仿佛都是在此时剧烈的震荡着 而在那冲击波的源头处 三道光影闪电般的交错 每一次的对碰 都是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动静 看得那外界无数人狂吸冷气 最说此时的星空下 还有着另外一处战圈也是有这里通神 元坤 九宫这等顶尖天骄在交锋 但几乎九成的视线 都是被牢牢的吸在这里 因为这里的战局 实在是太过的激烈了 若是不知情的人在这里 恐怕甚至会以为是三位天阳镜的强者在交锋 三人的光辉 几乎是掩盖了其他所有人 空 空 宛如巨浪般的元气冲击 重重叠叠爆发开来 三道光影都是不约而同的微微一致 五遥绝美帝容颜充斥着灵力 强势之色 先前的混战中 他根本没有半点防御的姿态 完全是不断地在进攻 而他所修炼的黑雷 如果要论起纯粹的破坏力的话 当属三人之罪 这般激战 也是引得五遥那一对凤幕中战役愈发的炽热 他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未曾经历这种酣畅淋漓的战斗了 既然动手了 那就都将本事施展出来吧 五遥赤河出声 下一瞬 他欲守闪电般结印 郊区上有无边光芒爆发而出 五神诀 五遥的气势在这一瞬间暴涨 红群之上 光芒流逸 而其元气星辰也是在此时节节攀升 直接是从7400万 攀升至9300万 足足涨了1900万 简然 五遥是施展出了五神玉的秘法 五遥先手一握 只见得有着两道万丈黑雷从天而降 直接是洞穿了虚空 快若闪电般地轰向了赵木神与苏又威 赵木神望着那如黑龙般咆哮而来的雷霆 脸庞上也是划过一丝慎重之色 他不敢怠慢 脚掌凌空一跺 空气爆炸 发出刺耳之声 祖魂点 只见得赵木神体内 忽有一道虚幻的光影凭空而现 那光影没有面目 但却散发着一种无法形容的苍茫 古老气息 光影俯冲而下 直接没入赵木神的眉心间 空 价一瞬 赵木神的元气波动也是开始暴涨 短短一息 便是从那7500万 暴涨到了9500万 几乎是同一时间 苏又微的体内也是有着浓烈的紫光爆发而起 紫霄星斗 紫光冲天 化为漫天星斗 星斗倒映下来 竟是在苏又微的身后虚空形成了一颗颗的元气星辰 他那8300万的元气星辰也是随之暴涨 无数道目光投向他这里 因为很多人都想知道 以苏又微这种元气底蕴 如果再浮于秘法的话 他的元气将会达到何种程度 难道会破译吗 但从未听闻过有人能够在神附近时将元气星辰的数量突破到一个亿 因为那仿佛是一种界限 在惊艳的天骄 都是愈发愉悦 苏又微深厚的元气星辰 在无数道视线的汇聚下 不断地攀升 然而 就当那元气星辰的数量抵达9800万的时候 攀升陡然停滞 那种感觉 仿佛是被生生地止住了一般 天地间有着无数的遗憾声响起 果然如此 当元气星辰的数量将要接近那一亿的界限时 增长将会变得极为的困难 那仿佛是神附近的极限了 不过 绕是如此 混元天这无数年中 能够在神附近时就将元气底蕴抵达近义的人 那也是凤毛麟角 苏又微凭借于此 就足以流明历史 而当众人遗憾的时候 赵慕神与苏又微已是闪电般的出手 棒薄强悍的元气冲天而起 将那轰击而来的黑龙之雷 硬生生地阻拦了下来 空宛如是有着两朵元气蘑菇云自那古老石像头顶盛放开来 那冲击锅撞击在元气光膜上 引得光膜上涟漪不断 元气光膜之外 王熙凌空盘坐 他那渐渐雪红的眼眸望着其中搞出惊天动静的三人 眼神深处有着不甘于渴望 他也想要参与到那种战斗之中去证明自己 不过他知道 与那三人比 他还稍微差点火候 所以他需要养气 养杀戮之气 这些年间 他历经杀戮 那种杀戮之气封印于神府之中 只是这种解封需要一些时间来酝酿 他相信 等他解封的时候 他必然能够参与进去 他要向所有人证明 这混元天的神府进王者 不止他们三人 他王熙 同样不弱于任何人 巨大的元气蘑菇云渐渐的平息 赵木神凌空而立 他望着苏又微身后那耀眼至极的九千八百万的元气星辰 双目微眯 然后他嘴唇轻动 有着声音传入了伍瑶的耳中 伍瑶 苏又微元气底蕴极为可怕 这种三人混战持续下去 对他最为的有利 你与他之间似乎也是有些间隙 所以你我或许可以暂时联手 先将他淘汰 伍瑶凤木微闪 元气包裹着声音传回 可 两人轻刻间达成协议 下一瞬 他们身形一闪 直接是宛如顺意一般的出现在了苏又微的前后方向 他们这般举动 顿时在外界引起了滔天的哗然声 谁都没想到 率先联手的 竟然会是武瑶与赵木神 空 武瑶玉手闪电般的结印 他凤木凌厉 无边黑雷在其身后汇聚 渐渐地形成了一颗黑色的雷弹 雷弹上面裂痕迅速的蔓延 立一道清澈而嘹亮的凤鸣声 忽然的响彻 只见得一头黑色雷黄 直接是破窍而出 双翼煽动 黑雷跳跃 直接是引得虚空裂开 脚胜术 雷黄降临 去 他先细欲止一点 那充满着恐怖破坏力的黑色雷黄斗然暴射而出 直指苏又微 而在苏又微的前方 赵木神仰天长笑 一道巨大的金色光阵出现在他的身后 光阵旋转 其中有古老的声音传出 下一刻 一只苍黄色的斑驳大手 朵然自其中探出 那大手乃是元气所化 但不知为何 却是散发着一种令人心悸的气息 小圣术 祖魂之手 空 古老大手直接是抓破了虚空 对着苏又微狠狠地抓下 那阴影所笼罩处 连空间都是被锁定 让人无处可逃 花 外界 无数人失声哗然 这招木神与武瑶瞬间下了杀手 赫然是直接施展出了两道小胜数 这绝对算是杀手键般的攻势 而面对这般局面 就算是苏又微 稍有不慎 也将会被重创淘汰 无数道目光惋惜地望着那处于两道恐怖攻势之中的渺小倩影 谁能想到 这眨眼之间 率先落入微局的 竟然会是苏又微 第970章秘转 平原上空 苏又微遭遇了巨大的险境 赫木神与武瑶的实力皆是不弱于他 如今突然联手施展杀招 若时被击中 就算他元气底蕴比另外两人稍强 但必然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他凌空而立 绝美清理的容颜也是在此时变得凝重起来 苏又微深吸一口气 他眸光一闪 周身元气翻涌 他纤细双手合拢 印法变幻 化为无数道残隐 而随着其印法的变幻 只见得无数紫色星辰出现在了其周身 那些星辰隐隐相连 似乎是形成了一幅巨大的星图 星图将苏又微护佑在其中 形成了极其强大的防御 角胜术 紫金星图 苏又微谈口微章 有着轻银声响起 青图将其层层环绕 远远看去 仿佛是一颗紫色的金石 将苏又微覆盖 笼罩 面对着赵木神 武瑶的联手攻势 苏又微选择了以最强的防御来抵御 因为此时周围空间都已被赵木神锁定 撤退并不明智 空 层层的紫色星图成形时 那来自赵木神的攻击率先抵达 只见得仓皇斑驳的古老大手 捣碎虚空 直接是裹挟着毁灭之力 重重的轰击在那星图之上 空猛龙 巨声响彻 虚空剧烈的震颤 卷起元气风暴 只见得层层星图剧烈的闪烁 然后在那斑驳大手的轰击下开始破碎 不过星图显然有着修复的功能 所以在崩碎的时候 也不断地有着层层星图凝结而现 双方处于了短暂的僵持 力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天地间有嘹亮的凤鸣之声响彻而起 只见得后方虚空破碎 一头巨大的黑色雷黄破空而出 凤嘴之中 有无边黑雷喷勃而出 凶悍无匹的轰击在星图上 轰轰 在这两股恐怖力量的攻击下 星图蹦碎的速度顿时加快了 远远看去 苏又微周身覆盖的紫色金层 仿佛是如处于熔岩中的冰球一般 不断地被消融 赵木神见到这一幕 知晓只要在下一季猛药 苏又微这最强的防御就会摇摇欲坠 于是他心念一动 只见得那股老大手 直接是在此时结出了一道犬印 天拳斩破印 轰 古老犬印直接是轰破了空间 然后裹挟着一股极为恐怖的波动 在那无数道心惊肉跳的目光注视下 狠狠地轰在那紫色星图上 轰 这般撞击 掀起万丈元气涛浪 只听了一阵霹雳哗啦的声音 紫色星图瞬间崩溃大半 武摇 动手 赵木神沉声喝道 立 凤鸣响彻 黑色雷黄猛然暴奢而至 凤嘴俱张 一口便是将苏又微连同着 即将破碎的星图吞入了腹中 而其腹部位置 有无尽的雷光轰鸣 赵木神见状 神色顿时微松 好霸道的雷黄 赵木神笑道 不过 他的声音刚刚已落 他瞳孔忽然一缩 因为他见到那雷黄在吞了苏又微后 速度不减反增 直接是冲撞续空 笔直地对着他撕笑而来 天地间雷鸣响彻 带来狂暴之意 赵木神没头微挑 道 苏又微这才刚刚被制 你这下手也太快了 不过看得出来 他也并没有任何意外之色 因为他同样没有散去 那股老斑驳大手 而且若是在等个数息 他也将会对五窑发动攻击 毕竟先前的联手 只不过是为了先淘汰一人罢了 如今苏又微落入雷黄赴内 必然会被重创 威胁已是大将 空 赵木神袖袍一挥 斑驳古老的大手再度结成全印 裹挟着可怕的力量 轰碎虚空 直接是与那暴射而来的 黑色雷黄硬汗在一起 东 撞击的瞬间 天地间有黑雷剑射 化为无数雷光倾泻下来 将下方的平原轰出万千坑洞 轰轰轰 去空上 雷黄长鸣 与那古老巨手不断地碰撞 轰击 那每一次的轰击 都是天地震荡 那种动静 看得外界无数人头皮发麻 这种程度的交锋中 就算是强如元昆 九宫他们这种顶尖天骄进去了 恐怕都是去一个栽一个 神浮榜排名前二的这两位 战斗力简直是可怖 武瑶立于虚空 他望着那僵持的局面 凤幕中有过灵力之色掠过 他的体内 有一股玄妙之气冲天而起 隐隐的武瑶身后形成了一头巨大的凤凰虚影 那虚影一出现天地间的元气都是在异动起来 而武瑶的身躯 犹如是能够时刻地融入天地 借助天地之威 那是天皇气韵 武瑶的体内 有着两道次周园那里而来的圣龙气韵 这两道气韵在这些年中 与他渐渐地契合 隐隐地形成了一种属于他的天皇气韵 当然 气韵千变万化 如果周园能够将之夺回 自然也会化为属于他的圣龙气韵 武瑶立于虚空 他身充裕指 凌空一点 天地间的元气滚滚而来 最后化为点点金蟹飘落 落在了黑色的雷黄身躯上 刹那间 雷黄气势暴涨 那些金蟹仿佛是在其身躯上形成了一层精灵 立 雷黄爆发出长鸣之声 只见得其双翼合拢 庞大的身躯化为黑雷剑矢 黑雷疯狂地流逸 最后直接是狠狠地撞在那股老巨手之上 这一次 黑雷形成旋转之势 爆发出了极为恐怖的破坏力与穿透力 竟是生生地将那股老巨手洞穿而过 赵木神眼微明 他身影一闪 化为道道残影暴涉而退 然而那雷黄速度更快 越过之处 连虚空都是留下了淡淡的痕迹 赵木神乔德无法躲避 便是立即停止了这般举动 只见得他双手迅速结印 身后虚空金色光阵再度凝现而出 而且这一次的元气强度 比起之前更胜一筹 轰轰 金色光阵旋转 下一瞬 只见得两只古老大手伸出 直接是双手叠加 化为一座金色巨山 巨山之上 遍布着古老神秘的纹路 轰某 金色巨山一晃 宛如瞬移一般地出现在了 已经冲到前方的黑色雷黄上空 然后重重地镇压而下 虚空都是此时崩裂 当金色巨山落下时 黑色雷黄也是爆发出尖锐之声 无数黑雷疯狂席卷 试图将那前者抵御 但却是没有多大的作用 那金山落下 越来越大 犹如是要将黑色雷黄覆盖 而就在黑色雷黄即将要被镇压的那一瞬 雷黄巨嘴呼的一张 一道凝炼得宛如黑幕般的黑雷匹炼猛的喷射而出 直接是对着赵木神当头披下 黑雷极为的凝炼 显然是被压缩到了恐怖的程度 这道黑雷速度太快 就连赵木神都是无法躲避 他当即立鹤如雷 棒薄强悍的元气汇聚双掌 直接是一把探出 狠狠地抓住了那道黑雷匹炼 痴痴 黑雷匹炼吞吐不定 那股霸道的力量 直接是令得赵木神满手鲜血 然而赵木神却是并不理会 他只是死死地盯着那黑雷匹炼 后者在缓慢地对着他的眉心推进 而他很清楚这道黑雷的破坏力 如果真的被其击穿眉心 就算是他 也必然被重创 赵木神身后 九千多万的元气星辰疯狂闪烁 黑雷匹炼一点点的钻出 而就在距离赵木神眉心上 还有两寸距离的时候 终于是停止了下来 那一瞬间 就算是赵木神 都是在心中松了一口气 但是 他这一口气还不等他吐出来 他忽然见到那黑雷匹炼中有着一道紫色的光点一闪而过 赵木神瞳孔猛然一缩 浑身汗毛都是自此时倒竖起来 就在他打算施展手段的那一瞬间 黑雷之中 一抹紫光闪现 直接是化为了一道牵引出现在了身前 那是 苏又威 他没有被黑黄体内的黑雷重创 因为此时的苏又威 元气依旧饱满强横 丝毫不见受创的迹象 赵木神心思闪电般的转动 玄机面色微轻 他被算计了 这五窑竟然和苏又威联手在对付他 紫霄清明 然而这般时候 反击已经来不及了 苏又威玉手之间 有青紫之色闪烁 下一瞬 一柄紫青长剑闪现而出 剑身如星光所化 璀璨神秘 而那剑光一闪而过 扑 直接自赵木神胸膛穿刺而过 赵木神体内元气剧烈动荡 掌心一松 那黑雷匹炼便是微微一弯 宛如黑刺 自上而下 从其肩膀处 硬生生地捅了进去 苏又威的倩影出现在了赵木神后方 更远处 五窑区之一点 黑色雷黄仰天长明 他盯着瞪着眼睛的赵木神 淡淡地道 赵木神 你才是最危险的那个人 所以我觉得 你先出去才是最好的 其实当赵木神传音于他的时候 他也是在那瞬间传音了苏又威 两女虽说以往有点间隙 但其实他们都清楚赵木神的危险性 对于五窑而言 如果苏又威率先被淘汰 他独自迎战赵木神的话 那种难度将会比独自迎战苏又威更大 这一点 想必也是苏又威心中所想 所以当他接到五窑的传音时 也是立即选择了同意 赵木神怒目而逝 但他体内有着苏又威与五窑的元气 在爆发肆虐 直接是领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后缓缓地仰天倒塌而下 而在那外界 所有人都傻了 无数道视线近乎呆滞地望着这一幕 那原本的局面是赵木神与五窑 在联手对付苏又威 可谁能想到 那仅仅只是假象 五窑明显与苏又威先一步达成了共识 五窑以雷簧吞下苏又威 两女联手阴了赵木神一把 那些视线呆呆地望着仰天坠落的赵木神 这位神府榜第一的王者 难道就这样直接被淘汰了